今天是7月3号A股迎来发量大涨 很多人说刘世兰了 还有人说我要加仓我要追高 但是我要提醒他呀 各位朋友们注意了 A股今天虽然说是上涨的全线进攻的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天的一个涨跌榜 你就知道比如说上阵上涨的是多少 15002加跌的是694加 这个比例大概就是2比1 感觉也不怎么样 如果你再看一下 这个创业板涨的597加跌的637加 跌的还多 只能这么说吧 今天这个盘面是大分化行情 有人笑呵呵吃的盆满钵满 但同样的有人哭晕在厕所 大分化行情下可以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如何避开这些大跌的板块和个股 接下来如何参与这个市场的反弹 重点在哪里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今天反弹以后很多人跟我说 杨先生 A股大反弹了 A股上涨了 我是不是可以加仓了 我是不是可以猛干了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有些方向是不能轻易去追高的 但是有些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 但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一些板块热顶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物作为依据 首先我们看大盘 大盘今天是上证明显强于创业板 强于深圳 那么这里是权重 涨幅比较好 金融对吧 银行证券 包括中筹都表现比较好 这里就应该是大权重搭台 然后后期提债 还有就是赛道股表现的时候 所以大家不要是吧 不要这个搞反乱 那明天就会有很有可能 遇到上方的60线强压迎来冲高回落 所以明天在盘中急拉 追高的时候 尤其是到了60线强压的时候要小心 我认为有些板块或者有些个股 可以逢高减仓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说重点了 我强调过很多次 第一位潜伏第一位什么 第一位上车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说 怎么办 我们来看个股 就明白了 我开头说的有些人说 今天是什么吃了盆大肉对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持有的是后排的这些票 你看这些票大跌10个点以上跌停了一大片 如果你持有的是这些票 你今天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为什么后边会有这么多票 大跌 其实跟利空有关系 今天跌的比较惨的是谁 游戏 那么游戏板块为什么会跌 其实跟利空有关系对吧 大家去看一下相关新闻就知道了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如何避开这些坑呢 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才能吃到肉呢 对吧 在上周末包括本周末 我多次强调过了几个方向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多有所表现 权重板块我在昨天重点提及过 是大金融方向 中指头方向 是吧 这个是我前期讲了很多次的 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个 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 谁 电力 这个是不是我在近期也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的 上周周四周五电力一跌 很多人跟我说 先生这个电力我最高了 我要不要割肉 对吧 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那么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割肉呢 肯定不行对吧 我跟大家说 调整后后期还有机会冲高 你这个割肉你不明白着 亏完了吗 是不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记住电力 在今年可能会迎来一个 起爆的点 为什么 因为今年特别热 对不对 电力有可能迎来一个高峰 你看今天是不是多数票出现移动了 还有出现 像这种 涨停的票低位的票 当然 并不是说这种低位票你就可以追 你比如说赵欧欣 这种是属于超跌法谈低位 然后 这个票亏损的 对不对 还有你看网栏电力 这个倒是突破性的行情 突破性的走势 突破后 大家记住懂吗 回产 第七就对了 对不对 或者说找分歧点去做一个博弈 就比如说 今天涨停了 你想去参与 明天盘中急拉 怎么样不追 盘中急跌 那么跌到这个侮辱均价线附近 对吧 你可以做个跟踪做个博弈 博对了你就是大长腿 所以你就有机会吃到肉了 大家说是 那 后期秩序走高的话 你就可以躺赢了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票倒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短线的一个机会 还有 蓝网科技这种也是属于超跌反弹 放量了 看没有 这个量是有点大 所以这里短线可能会迎来一个超跌反弹 但是整体来看趋势是向下的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还记得吧 我在前期跟他讲过一个技术 趋势向下的时候 趋势向下的时候怎么办 这里 对吧 极大冲高你不要追 等他回踩确认到低点的时候去低西前逢 那么这里拉高 你就有机会吃肉了 你就有机会获利了 对不对 这个策略这个思路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 整体来看趋势上下 这个电力板块目前的市场关注度最高的是他 深拿电 这个表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做超短的朋友你就盯紧他了 不不说盯紧他你去追高 你可以什么爬中急跌急上来一个低点 你去做一个低西做个博弈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爬中极大冲高你不要轻易的去追 听明白没有 好 说那么多 我们接下来说重点 我开头就跟大家说了 有些人笑呵呵吃肉了吃大肉了 有些人说哭晕在厕所 那么我们如何在反弹过程中避开 坑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 市场明显的有一种高低切换的动作 也就是说高位的大涨的要小心 低位的潜伏到位的 是吧 调整比较到位的要重视 大家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 谁 大家看机器人是吧今天是不是跌了 高开低走借高开出货 是不是你还记得我在上桌跟大家说过了吗 我的机器人是市场的焦点 市场主线刚刚突破 后期有机会有机会继续走墙 结果今天一高开就直接往下刹 借利好高开出货 那么资金从高位出来 你才就到低位去了 是不是这节奏 如果你把握不住的话 你在高位追进去了 今天是不是很郁闷 但是这个方向走完了没有 没走完 我告诉你他仍然是主线 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高位追高进去的对吧 你看今天追高进去了 他他调整了一两天两三天后 如果在低位里割掉肉 那么你再去追高那些低位 今天上涨比较厉害的很有可能 两头挨打 就这么回事 所以主线品种他仍然没有改变 像机前这种方向怎么样 仍然是值得大家留意 值得大家跟踪的对不对 他确实并没有改变了 他只不过是属于一个高位的一个小幅度调整 那你怕啥 这里不追高问题都不大 我在近期跟大家讲过 市场的三个一个重点的方向 第一个我在跟大家讲中特估对不对 中特估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什么意思呢 中特估主要是大金融里面的银行证券对吧 还有就是中智侯里面的一些票 所以这个方向目前是相对来的安全的 银行也好 券商也好都在低位 那么中指头很多调整到位的也在低位 中指头是分化的 有些大涨的高位的你要小心 但是调整到位的一些低位的 仍然是可以去博弈的 是不是 你看中指头今天很多个股 他就上涨的比较厉害 你看这些票的话 很多是调整比较充分的了 是不是你看中高国际 他是不是调整比较充分了 调整到哪里 刚好到60年捐价先附近是不是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他短线是不是又迎来一个拉伤 所以在60年捐价先附近 你就可以做低息 这个没毛病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 包括前期的一些中指头大佬 中国铁建中国交界这些 还说是调整到低位 那么应该超低反弹 所以这里只是反弹了 对吧 那么反弹后仍然要跑路 仍然要考虑风格检仓 对不对 其实他就是这么个节奏 好 除了中透孤屋之外 还有就是最近强势的谁 新能源方向对吧 新能源汽车 你看汽车联波剑 近期是不是 反弹很强 那么我也强力了多次 他会去什么 他会去调这个高位 对吧 你看这里出现一波反弹后 这里有很多获利盘 获利盘在这个高位出现个 减超出货 然后又去抄底低位的那些大权重 比如说银行券商 中市头去做个反弹 那么那些涨高以后 出货 是不是等这些调整到位了 他又回来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一个蹊跷板效应 就是说你不要 轻易的在这个位置把票是吧 把票放掉了 或者是把票割掉了 你要再去追高今天大涨的那些什么 消费 什么低位的一些板块 对不对 我告诉你你很有可能两头二打 所以 这里我提醒大家 接下来 既然反弹的机会出现 那么我们就盯紧的 某些方向滚动操作就行了 有些技术好的 那么你节奏把握得好的 那可以 我今天把新能源 获利盘干掉 以后我去参与那些低位的 比如说今天的一些消费 或者说今天的一些汽车 其他的一些方向 是吧 包括中床系 你能够把握好这个节奏 那更好 把握不好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动 没必要动 你做中套估就盯减中套估 涨高的我减仓 跌下来到位了 我在加仓 我在低息或者我在换股 对吧 新能源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科技类了 那说几科技类 今天跌的比较长的就是游戏的 对吧 这一块跌的比较厉害 很多人是哭晕在厕所 那这个我在前面也跟他讲过对吧 游戏在这个位置出于上涨 其实也跟他说过说什么呢 记住我讲技术分析一直讲要看量 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是不是错了一个反弹的高位 他比这个位置比这个位置高对吧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量比这个量要多吗 多不多 这个量明显的比这个量要少 对不对 这个量明显比这个少 所以冲到这个高位我们该怎么样 风高减仓吗 可能我这么说很多人会说 哎呀现在那么在这个位置 你为什么不叫我们风高减仓呢 为什么不叫我们跑了 这个不是我叫里面跑 这个是你自己要跑 朋友们记住我说的话 他去冲前高的时候 他去冲前高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尤其是没有那样的情况去冲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冲高回落 出现一个什么大跌 游戏这一块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不仅是游戏这一块 还有其他很多方向 也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你要看你的板块 你的个股是不是前期涨幅比较大 你要近期创了一个新高 但是量能没跟上去 那么这种板块这种票 大家就要小心了 小心短线的一个急跌暴跌 不要看了指数涨了 你个股又跌了 现在3200多 甚至指数涨了3300 甚至涨了3300点以上 可能你还在亏钱的 你就要防这个事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问题来了 朋友会说我怎么操作安全 对吧 哪里是相对安全的点 要说安全的点 我在近期也跟大家说过很多回 说过很多次 相对来说安全的 相对来说安全的 资金量高度就比较高的 目前来看 这个 电力是 不错的 而且电力还有预期 就是夏天热了 那么电力也要炒作预期 这个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和重视的 还有就是近期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的 券商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留意的 可能我这么说 大家会发现 券商已经出现两个两线对吧 但是大家 老股迷或者说一直听我视频的朋友 就应该知道 这个位置我是天天教大家什么 潜伏教大家什么上车 没说错吧 没有毛病吗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了反弹 出现连反了 这就是节奏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你才能有机会吃肉吃到大肉 当然市场的目前的层次很分明 中特孤 新能源这个赛道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科技 科技主要是人工智能素质经济 所以我们要盯紧科技 可能很多人会说 人工智能近期也表现不好 跳水杀跌 但是你看他趋势有没有坏 趋势有没有坏 没坏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调整正当过程中是什么 是分化行情而已 前期大涨的涨幅比较高的 出现了一个跳水出现大跌 但是那些低位的调整已经到位了 或者说前期涨幅不大的 很多人又开始有了机会 这个就是区别 是不是你看 人工智能板块今天也多次票大涨 多次票涨停 你看比如说坤传 这个是叠加中传系 他是不是调整后才起来了 还有大家看一下真次通这种 还有包括 这个负荡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今天人工智能板块上涨 很多是不是低位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的变化 涨高了就跌 跌多了就涨 而且他市场在轮动 个股也在轮动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没机会 数据没机会 我觉得这里调整后仍然是机会 只不过调整的过程中 你要避开那些大涨过的票 避开这个坑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要说市场上目前 还有潜力的 还有潜力的 我说还有潜力的 就是我在强调过多次的军工 可能我说军工很多人会有疑问 你看军工的一个k线 你会发现 他其实今天盘正创了一个反攻的高位 对不对 反攻的高位 我是不是强调多次上 而军工调整下来就是上车上车上车 拉高什么考虑减仓出户 你看看是吧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潜伏进去的 大家抄底的 这里一波访谈你是不是吃到肉了 对吧 现在涨的高位了 那么你的有些票涨幅二三十个点 你可以适当的减点仓 这个没毛病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对吧 如果他再出现调整 比如说军工暂时调整下来 调整到下面的低点附近 比如说20天前附近 是不是就是机会 我觉得是机会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就是什么 逢低 逢低上车逢高减仓 这节奏这思路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当然 有人会说军工这个位置很高 我怕我不敢去 对吧 你看确实是 他已经面临前高的压力了 确实是有点怕 那么如果你对这种都感觉害怕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去潜伏低位的好 可能很多说 那么低位的又在哪里 低位的哪些又值得重视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要说安全的我就告诉你 低位要说安全的只有大金融 所以你想要安全又低位的 你就潜伏大金融没有问题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